111 明報 希臘為低願緊縮改革今年脫鉤機會大減博彩公司封盤 2015年7月11日國際A19主篇推介希臘政府週四九日 最後一刻向國際債權人提交新一輪援助方案 出乎意料的事,方案未有是公投佈席的與威爭取疲債事宜之餘 其改革內容更與債權人最初提出租距的方案相差無幾 被視為明顯大幅讓步 方案今日將先由歐元區財長審議 明日再交歐元區峰會商討 近期背後大力滑船的法國昨日讚賞希臘的新方案認真和可信 一直企硬的德國則對雅典會否如約執行譜懷疑 外界對希臘脫鉤風險預期降低 有博彩公司索性將希臘脫鉤風盤 齊普拉斯政府因不滿債權人三巨頭上月底提出的新一輪援助方案 不適宜公投號到最終成功否決 歐元區其後要求雅典提出自己的方案 在歐元區定下的週四四線緣結前兩小時 即香港時間昨日清晨六時 希臘向債權人提交求援方案 要求債權人批出新一筆535億歐元援款4620億港元 以上還值至二千零一十八年的債務 外界原本以為希臘會加入要求悲債的條款 最終內容與債權人原先方案沒有太大分野 加稅改革內容近似債權人方案時普拉斯政府向債權人跪低的部分,包括同意取消離島稅務優惠、提高多個行業的稅項、取消農民稅務優惠和燃料補貼等。 不過在退休金改革上有差異,債權人原本要求逐步取消退休金額外補貼、雅典卻未有採納,只承諾透過調整法則,減低民眾提早退休的意欲。 至於預算的基本盈餘目標似乎亦與債權人方案相同。在最受關注的劈債問題上,金融時報網站披露方案內容中未有提及, 但路透社則指希臘有要求重新安排,reprofiling該國的長期債務,債務重新安排時程度比撇債, diet haircut和債務重組,diet restructuring 溫和的字眼,於是較輕微的債務改動。 法意歡迎德國,要先審視內容的國財長索伊布拉在希臘提交方案前首次承認,雅典若未能撇債,將無法維持債務持續性。 既強調無論債務重新安排還是債務重組的餘地都非常少,原因是歐盟條約禁止豁免債務, 不過他也敢是,可考慮營長債務到期日和下條貸款利率等有限度債務重新安排做法。 一名歐盟高層透露,歐元區財長今日會議將討論希臘的債務負擔, 研究是否有若干舒緩措施,德國財政部發言人作入重新債務重新安排和債務重組的空間極少, 但指今日歐元區會議的結果是完全開放,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則指稱知識雅典的最新提案, 但要先等待審視內容,暫時未能置評,法國和意大利則公開歡迎雅典的提案, 被指背後滑船的法國總統奧朗德,昨日稱讚希臘方案認真和可信, 又指希臘人已顯示出留在歐元區的決心。 意大利總理論才則稱,對希臘與債權人達成新改革換換款方案感到樂觀, 甚至希望盡快達成協會,令原定的周日歐盟緊急峰會無需舉行。 希臘國會表決反對派支持齊普拉斯政府週四提出的方案掩餘大幅向債權人讓步, 令執政擊進左翼聯盟內部就現得滿聲音,部分結了成員反對此意, 則而其跨過紅線,最少五名黨員聲言靈耀、救幣、德拉克馬、不要緊縮。 希臘國會昨日稍後時間將開會決定是否認可該方案, 主要反對黨都已表示支持,由於外界預期有望達成協議, 英國博彩公司立國將希臘今年脫鉤的賠率改為一賠三, 威廉希臘的賠率則是三賠十,也較幾天前升高, 令一公司Party Power索性封盤。 綜合報導,每日重點希臘於當地時間週四晚深夜將新的緊縮方案送交 歐洲央行與歐盟執委會三大國際債權人審視希臘要求 535億歐元援助,表明不想脫歐法國和意大利表示支持希臘新方案。 德國稱未能判定希臘議員昨日十日, 表決新方案歐元區裁長十一日,今開會, 若通過希臘改革方案 明日十二日,的歐盟峰會或取消歐盟方案 希臘新方案項目歐盟方案6月26日, 預算目標今年基本盈餘佔GDP百分之一, 2016年佔百分之二,2017年佔百分之三, 2018年佔百分之三點五稅務改革餐廳和飲食業增值稅由百分之十三增至百分之二十三, 基本食物、能源、酒店及水滴稅率為百分之十三, 約物、書籍及影院為百分之六取消離島百分之三十 稅務優惠企業稅由百分之二十六增至百分之二十八, 2016年底前落實企業百分之百預繳, 取消農民稅務優惠及電郵保鐵退休金改革 至於2015年7月1日展開,至於2016年節省開支佔GDP一百分之二十二年前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7歲, 2019年底前逐步取消DECARS給予退休金的額外補貼, 即時取消首百分之二十新令者的DECARS軍事開支削減上限4億歐元項目 希臘新方案7月9日,預算目標與歐盟方案目標一樣 稅務改革與歐盟方案一樣取消離島稅務優惠, 最富裕島嶼及熱門旅遊島10月起實行, 2016年底全面實施企業稅由百分之二十六增至百分之二十八, 上條奢侈品稅,引入電視廣告稅, 農民將失去稅務優惠和燃料補貼退休金改革2015年節省開支佔GDP百分之0.25至百分之0.5, 2016年後佔百分之一透過調整佛則, 減低民眾提早退休異獄, 2022年前將退休年齡提高至67歲軍事開支今年先削一億歐元, 明顯削二億歐元希臘新方案其他內容出售國有資產, 如將電信龍頭Earth勝於國有股份出售, 在十月前施有化比雷開富斯和赤海薩諾尼基港口成立獨立稅收機構, 並追查逃稅及打擊燃料酒師, 本月底前已定新的打貪計劃, 公共部門薪酬2019年前續佔下調, 有新優價和旅行補貼等津貼將改革, 以赴歐盟標準。